这次是什么时候 根据上次的板块 有人跟我说怒鸟哥的好鬼 很生猛 我来瞅瞅什么个事 今天的对手欧洲怪人王Bruski 这个也是在分战赛拿过冠军的选手 这个赛子阿葵再加强一下 我说真的不得了 好吧 直接预判对手的后后 选择用阿修罗闪空去追一手指令头 这个阿修罗闪空就是打对手 有那么一丝害怕的那种情况 你追过去 对手一般按蓝房 要么就是什么都不动 就给你抓 绿虫抓一个收招 到板边 白鬼是打财 我还来两次好大伙 欺负别人没升龙是吧 讲到有这个升龙的话不一定好生 有时候人会错过去 而且Bruski被压得很烧 教完自己最后的斗斥 这一波的话必须冲了 冲断 对手一个反制回来 怒鸟哥那边 斗鸡烧得也很快 现在 哎 你还按个蓝房有点过分 先甩两空波响接近跳重拳过来了 要开始无限跟你搞了吗 斗鸡先会 哇 这凶席次直接用升龙截掉 怒鸟哥的预判是有点狠的 他大概知道对手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打一个持续的这种虚准状态的压制 凶席次是最好用的 对吧 马上一个贴点加油力 下一个独裁 喂 这次阿鬼加强了一个穿播 性能变得超子好 就全屏幕你不能发播的 所以如果比较依赖发波的角色的话 碰上阿鬼可能会有点难受 这边要在追吗 直接一个蛇边放倒 在中角上去踢一个对空 怒鸟这边 你的打法怎么有点像熊龙 先暴胜1是吧 这下斗齐没的话这波是真难挡 白鬼出来然后中拳拍到 再来用金刚灼火 你这么拼的吗 你再灼过去 果然最后还吃蹦 这里不吃蹦的话真不太合理 就像他打的这么豪放 对手再不按蹦 我觉得有点受不了 但是有点考虑一下 毕竟怒鸟哥手上是有个ca的 他黄血的话 中拳取消一个ca 打你一个蹦也是可以的 白鬼强攻 然后被一脚直的踢开 选择跳一下逆向 没有跳到 直接被生龙抓掉了 好鬼移动速度很快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 调整到一个生龙对空的位置 这就是好鬼移动速度快 带来的优势 中拳两发 哇灼火打到坑 再一手确认 好确认 这反应很快 我打了很久 我这个东西一直反应不过来的 罗斯基这边是反手一个ca 打完以后呢 怒鸟哥是斗气要被清空 这一波清空完了以后 看一下Brosky怎么来处理 对手手上资源是很多的 打进攻的话会有点 哇 这还能用来对空 落地还能再接 不是吧大哥 这角色有点猛的呀 后退一步直接打才带走啊 刚才这一波蛇行派生 我有点牛逼 说真的 悟空命中落地还能接 这是我没想到的 这种情况一般不太会去练吧 但是他怎么反应的过来 这就是高端阿鬼玩家吗 到底43万分 打的有点多的 对空 落下来直跳 那怒鸟哥必不能让你得逞 但是怒鸟哥的直跳就可以 这一手的话没有交资源 给自己留一口气在 万一交快的话 对手这边一个金黄换别人自己报受 中断戳中偷到真的 怎么都让你偷得到啊 阿鬼的连招是很长的 得看自己在天上飘一会儿 跳路 下段 这边就是不给动 现在他就下中角打错人以后 这加一真的有点过分 好 那边是要带SA2 一波斩杀 直接击穿你的这个腰子 当场被爆腰了 现在这个对局的话 好鬼那边就不太能依赖自己的一个发波 但是呢 阿鬼这个角色 他的一个弱点肯定是在头顶 对吧 所以从头顶往前去打 是可以来的 是一个两段波 中拳这边 拼到了 好 这一提提一个确认 好反应 这里 我感觉这个中角 到底是贴得上的 Brosky一个极限金防 把这个攻势瞬间扭转 才是一个前走延迟的下中角 打拆同时可以继续给压力 前中角再一次命中 我现在阿鬼这样子一改的话 这个板边的压制力 说真的 原来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一蓝防 被投 斗起来很多 下中掉过去 做一个打头则 没打中 只能被对手抢了 但是第一次能抢回来 这游戏 攻防转换有那么点快 再一个头则 这里也想到交反击 绿冲 回来以后打一个加针 喂 用两个这边 哇哇哇这能穿 哇 这距离很直线 他的SAL穿破的是不长的 但是 这个反应就是世界值啊朋友们 不得不说 怒鸟的这个打法真的很粗放 然后冲过去就巴了们干 对吧 罗斯基这边一直在威慑怒鸟 不要发波 我这边只要往地上一趴 你发波就在翻 嗯哇 找到一个缺乏的机会 白鬼过来加针 这边有力量针 中拳其手的话对手很容易被扛 旋风大旋风倒地 然后这边中角卡一下帧数 这里后续的话可以按中拳 或者是按一个头 再一个反击回去 这边已经感觉命数已尽了呀 就这么一丝要翻有点难了 直接吃波倒地 这种距离下的重波速度会有点快 对阿鬼来说要反应去穿 可能会有点难 好 已经来到鹿鸟哥的一个赛点 上来先猛推两手 续蛮 续波 并不能挡掉对手的欧帝波 这里想用下重拳去抓对手 但是 鹿鸟这边是选择派上一个空波 落地会晚那么一些 完了这里一手对空 诶 失误了 这里本来是抓到对手的一个对抗失误 落地可以连一套的 但鹿鸟哥连段选择有点问题 下段 反向神 好稳定的智本弓 对冲过去 直接被蛇变命中 然后再骗了一手指定头 现在雪料已经进到一个斩杀线 看一下布罗斯克军 选择用奥迪波来做一个强弓 跳入 TC 波拉开 再一个中角直接对空 诺鸟最后想拼一手一个逆向 没有拼到 这个也就没有办法 但是行动必须得果断 你稍微犹豫一下就会错过一个机会 但是架不住对手有准备 下中鸟直接投 走完以后 选择丢波 再来空破命中 清光之直接做一个确认 给CA回一下自己的一个斗气 要保持在板边的一个压制里 下一波会怎么做 布罗斯克的骑身 出来吗 不出 直接下中秒给到康 绿冲清光之一 还能接得上 下一个毒坛 这边 这招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你就默认对手发波是吧 眼睛都不看了 阿贵这墨镜戴的 并不是代表你是瞎子 好吧 该看的咱还得看 对吧 好了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好 好 好